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悲千万劫量遭遇 我今见闻得福祂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宣门《量力宝藏论》当中第八品 前面讲法相 理想 实相的概念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抉择 法相所表示的意义 这个分四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 也叫做明相之详细分类 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要讲的一种量 那么这个量 具体是怎么样分析 比如说量的分籍 是什么 量的分类 还有量的顶数 它的词义等等 这些来进行说明 如果我们前面讲 量力宝藏论这个时候的量 就是这里面的量 依靠现在 我们今天所讲的 这几个内容来解释 更加全面量的分籍 分类 它的定义 这些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知识 就叫做隐秘学 也叫做量学 那么所谓的量 到底是什么样呢 大家也前面都已经学过了 它实际上是一种 无奇的智慧 无奇的识 无妙的一种 无有粗妙的智慧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识 叫做量 那么这样的量 要具体地分析 以下有几个问题来说明 首先它的分类 也就叫做分析 或者说分析 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破不合理的他种和合理 建立合理的子种 分两个方面 首先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这里大家应该清楚 首先我们要了解 量的分析 分析是基本的析 基础的析 什么叫做分析呢 比如说量 分为现量和比量 但是现量和比量 从什么当中分下来的 比如说我们人 有男人和女人 那么男人和女人 从什么当中分的呢 应该是中相的人当中分的 那么所谓的量 也分为现量和比量 那么这个量 是什么当中分的呢 应该我们子种子 下面还会说的 就是一个正确的识 正识 正确的识当中分下来的 应该可以这么来说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一名前派跟 萨迦班智达的观点有所不同的地方 那么一名前派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 他们认为 所谓的一觉识 识差识 只是一种非量的识 非量的识 那么他们认为 非量的识和量 既是非量的识 也是真正的识 有这么样的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合体的 我们前面已经折破完了 如果是真正的识 那么正确的识 应该是 要么是比量 要么是显量 显量识和比量识 除了这个一般 没有正确的识 正确的识 应该包括在这当中 所以应明前派 所认为的什么一觉识 还有一些识差识 这些全部包括在非量当中 即使如果是非量 它不是正确的识 应该它是一种颠倒的识 为什么它是颠倒的识呢 因为它既不是显量的缘故 没有能直接地 照见对境的思想 既不是比量的缘故 没有充分的利润 或者说是 善想具足的推力 来了知隐秘的对境 就是隐秘的对境 所以如果它是颠倒 那不是真正的识 正确的识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前面在好几评当中 已经再三地宣说过 应明前派的观点 折祸完了 这个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 但是后来 有一个叫做圣法论师 应明前派当中 有一个叫做圣法论师 他认为 应明的分集也是正确的识 也就叫做现量比量的分集 是正确的识 但是这个正确的识 他认为还是要分析 他是这样说的 正确的识有两种 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见 火正在燃烧这个东西 或者是水正在潮湿任何一个东西 那么这些就叫做正在起作用的 那么直接起作用的这种形式 他认为不能作为 显量比量的分集 因为他是属于显量 已经无期的识 决定已经完了 决定完了 他不便于比量 因此他不能作为量的分集 还有一种识 比如说我们单单地 执着这个是火 执着这个是水 执着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样的一种识 这样的识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 显量比量的分集 大家应该了解了吧 圣法论师认为 正确的识应该是分集 但是正确的识当中 就是量种 有一种正在起作用的 正在起作用 这是属于在显量当中 所以这个不是量的分集 而量的分集 并不是正在起作用 但是你单单看见这个事物的时候 这种识可以作为 显量的分集 也可以作为 比量的分集 因此刚才正确的识当中 分两种 后者可以成为量的分集 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他这里说是 真实分所即是错妙的 就是圣法论师这样分析 是有错误的 为什么有错误的呢 你刚才说是正确的识 分两种 其中的一者 作为量的分集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如果它是分集 那么它的重的法 重的法应该作为分的分集 比如说我们有识法 和无识法的分集是什么呢 就是所知 所知作为有识法 和无识法的分集可以 然后男人和女人的分集 人作为中法 可以作他们的分集 可以的 或者所知法可以作 生意地和私塑地的分集 这是我们以前也是学过 所以这个分集应该 便于一切法的东西 中法可以作的 可是你们刚才说 正确的是分两种 其中的正在其作用 不能安慰分集 另外一个后者作为分集 那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如果这个合理 比如说我们显量 显量的话 那么显量的中法 不是所有四种显量的分集 应该其中的更显量 作为显量的分集合不合理 肯定是不能合理的 然后从比量而言 比量按理来讲 有三种比量 比如说集成比量 比喻比量 还有时时力比量 等等这些比量 那么这些比量当中 如果其中的一个 集成比量作为分集合不合理呢 肯定不能作为所有比量的分集 是因此你们显力前派 这样的说法 尤其是圣法论师说这样的观点 太过分了 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这个合理 那么别法作为分集 那比如说有时法和无时法当中 边于一起的所知 不能作为分集 有种种果实 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分集上面 已经拨持了对方的观点 下面我们建立自己的宗派 自己的宗派 就自宗 撒迦班智达这样安理的 事故正是极为量 由此力当作分集 所以我们自己的宗派 应该这样认为的 正确的施本身 实际上就是量 所谓的量和正确的施 这两个 只不过是 它们不同的名称而已 就是我们亮光 或者月亮 或者日清和莲花等等 不同的名称而已 实际上正确的施 或者量 应该说是它们的分集 限量和比量都可以 包括在这两个当中 因此我们始终可以认为 限量和比量的分集应该是量 或者说 限量和比量的分集是正确的施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它是正确的施 那么一定是 或者是限量 或者是比量 如果是限量和比量 它一定是非常正确的施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四种限量 都是符合实际道理的 一种油精 它能所召见的 它的对境的自相是了了分明 没有任何错妙错乱 没有错妙错乱的 所以限量 不管是哪一个真正的限量 全部是正确的事啊 当然限时限量 我们这里不包括在量当中了 不包括在真正的量当中 所以它是可以除开的 然后所谓的比量 因为比量依靠 三相齐全的推理来 进行论证 最后得出了所推理 因所推出的这种法 它是符合实际的一种推断事 这种事也是非常正确的 当然是我们世间当中 现在也有一些相似的比量 相似的比量 全部不属于量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教量师部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这些法 从限量上看也好 比量上看也好 脚量上看 根本没有任何错误 没有任何错误 所以说这样的正量的人 叫做量师傅 这样的语言叫做生教量 这样以后我们应该知道 真正的量决定是正确的事 而这样的量 主要是从意识的梵体来讲的 并不是从外境的 无情法的梵体来讲的 因此我们萨迦牟尼佛的 这种案例的时候 如果是正量 你必须的案例是正确的事 如果正确的事 那一定会显量或者是比量的 自古以来很多人 因为不懂真正的比量 具有三下七全的比量 不懂这一点 所以自己在下结论的过程当中 也是犯了无数的错误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明白 明白是什么呢 正确的事必定是量 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 那么这是自己的自重 自重是这样案例的 下面讲量的分类 分类显量亦比量 观察比当亦亦体 所谓的量刚才也讲了 应该是 本来量的分类比较多 但是我们归纳起来 可以包括衡量 一切外境的 自相的限量和 然后衡量 隐蔽外境的本体的比量 当然衡量 隐蔽外境的时候 也有一个正确的因和 颠倒的因 颠倒的这些因 我们不属于在比量当中 属于相似的量当中 所以相似的量 不能算为真正的量 就像是跟人非常像的 外面一些形象的人 不能算为真正的人当中一样 人的照片 虽然跟这个人很像的 但是你不能 按理为人类当中 所以我们把相似的现量和 相似的比量 不能属于在真正的量当中 这样 所以现量和比量 是决定了现量和比量 那么现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下面 进一步地去观察 观察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可能这样会问的 现量和比量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比如说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就像瓶子的所作和无常那样 一本体 不同繁体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还是瓶子和珠子 普罗和灯泡那样 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 或者说我们世间当中的 亮光和月亮 或者说 编制和佛陀 如来和善师等等 就是这样的一种 一个事物不同的名称 或者说就像 十里的儿子跟珠子 或者头角跟牛角一样 有识法和无识法的 就是执一体之踏地 到底在四种当中的是哪一个关系呢 有些人如果提出 这样的问题 那么作者下面对他进行回答 所谓的现量 比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作者对四个问题当中 就是因为现量和比量 如果像月亮和亮光那样 不同的名称也不是 它有不同的作用 它代替的 完全是不同的 也不是这样的 然后从有识法和无识法那样 这一体 这是我们颂词上可以理解吧 下面我就颂文上 按颂词上这样理解就可以 而量解释有时法 十故非为这一体 观待对境亦亦亦亦 即非一体 非他体 十故行者半体亦 观待对境为一体 下面我们刚才 不是提出来四个问题 提出四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对它可以进行回答 回答的时候 首先说现量和比量 实际上都是有时法的 从心本体的角度来讲 现量就是能如理如实地照见 对境自相的一种智慧 所以也是有时法 而比量通过正确的推断方式来 了解十无因比分的智慧 所以它也是一种有时法 所以现量和比量 两者都是有时法的缘故 它并不是 像一者是世女的儿子 另一者像诸子那样的 这种有时法和无时法的 这一体的他体 不是这样的关系 如果这样的关系 那么要么是现量是无时法 要么是比量是无时法 应该成了这样的关系 所以这一体的他体 绝对不是 只是这样的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 到底是他体还是一体呢 这个问题 我们进行观察 关带对境一和一 我们关带对境 关带一个对境的时候 关带一个对境的话 现量和比量 并不是一体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关带一个自相的对境 一个自相对境的时候 那么现量 虽然能了知这个自相的对境 但是自相对境的时候 是不是比量也是 完全能了知这个自相的对境呢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 关带一个对境的时候 现量和比量 不是一体的 说明了 他们两个的本体 并不是一体的 然后关带他体的对境 关带他体的对境的时候 或者是关带他体的对境 也就是说 现量的对境是明显分的 比量的对境 是硬比分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两个的关系 也并不是他体的 如果是他体的话 那关带有境 应该成了 显量不是比量 比量不是显量 应该成了这样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显量的这种本体 其实是一种意识 意识的本体是自证 但是这个自证 任何一个事 在内观的时候 都是不离开自证的 这样一来 所谓的现量比量 也并不是他体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 这样以后 比如说我们用烟来推断火的存在 烟来推断火的存在的时候 观在外境的角度来讲 那么显量和比量 应该说是他体的 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火的中相和火的自相 比量是依靠 以中相的方式来了知 而显量 以自相的方式了知的 那这样一来 肯定关于 依靠对境的角度来讲 不是一体的 然后从形式自己的本体来讲 应该在心的相续当中 是一体的 如果不是心的相续一体的话 那么自证不是比量了 比量不是自证 有这种过失 所以这是谁也不敢承认 因此事故行之本体当中 看似应该说是一体的 而观在对境来讲 应该他们两个案例为是他体 这样以后 不会有任何过失 所以我们自己的自重 大家应该可以这样说 也不能一口咬定说是 啊 显量比量是完全是他体 这样说了也不合 在什么场合当中都是他体 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 又反过来说 显量比量完全是一体的话 那也不行的 必须要观在对境和有境来安理的 这是我们自重的安理 那么我们安理这样观点的时候 对方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有些论师说 假设说如果对境是他体的话 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不是我们刚才说是他体 如果他说是显量和比量 依靠对境的角度来讲 如果是他体的话 那么比量不应该是自己的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它不是自证的缘故 对方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们说是所谓的比量 对自己的心事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是跟自证是一体的 自证一体的缘故 中的显量一体 你们认为所谓的比量 从自证的角度来讲内观是一体的 正因为是以自证显量一体的缘故 它包括在中显量当中 因此中显量跟比量是一体的 如果这样推断下来 那么所谓的比量跟根实 跟显量 根显量是他体 这一点是大家也知道 任何一个是 并没有说是跟显量的原是一体 二是无二无别的一体 没有这样说过 这样一来 正因为是根实他体的缘故 那么中的根实 也应该成了他体了 对方提出了这么两个问题 当然这两个问题 我希望我们的道友们稍微思考一下 不然你没有思考的时候 刚开始讲稍微可能有一点 转不过来 有这种感觉 对方给我们提出 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对方还是摇纹角色 这里面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刚才从对境的角度来说 显量和比量是他体的 从形式的角度来讲 显量和比量是一体的 然后别人马上抓住包柄 说是 啊 既然是他体的话 那么正以为是他体的缘故 那么比量不是形式了 因为他不是自证的缘故 然后他说 如果是跟显量是一体的原因 因为跟自证就是一位一体的缘故 刚才我都说的这个道理 对方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因为跟比量是他体 如果是他体呢 因为我已经说了三遍了 不用再说吧 害怕你们不懂 所以再次重复 我们下面对他回答的时候 是这样的 所谓的颂词里面是这样 比量费尽 与自证一体骨 离证过失 比量费尽 说是第一个问题回答的 与自证一体骨 与自证一体骨 第二个回答 所以离证过失 你们对我们争论的过失 绝对是没有的 怎么回答的呢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所谓的比量 大家也应该清楚 它是形式 由境的角度来安理的 而绝对不是对境的角度来安理的 如果不是对境的角度来安理的话 那么你们给我们 发出来的过失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从对境的角度来 从限量比量是他体的 然后你现在听到一个他体 既然是从对境的角度来他体 那么比量不是失了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所谓的比量应该是失 而失也是我们从形式的角度来安理的 因此第一个过失 绝对是没有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说 虽然我们的比量 应该说给自证无二无别 从内观的角度来讲 比量和自证无二无别 正因为以自证限量 无倍的缘故 它对中限量的关系 可以说是无二无别的一体 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对方跟我们说 既然他跟自证限量 无倍的原因是 跟中限量一体 那么跟根式限量是他体的原因 跟中限量应该成了他体 他是这样给我们发过太过的 但这种过失是没有的 为什么是没有呢 其实我们中相和别相当中的关系 也应该值得详细地分析 要分析的话 有些法虽然跟中法当中的别法 如果是一体的话 那么他的中法也是一体的 比如说 我任何一个事物跟成相 成相无二无别的话 那么成相属于在数目当中 与数目的法 可以成为无二无别 但是任何一个法 如果跟别法的成相是他体的话 那么成相中法的数目 需不需要他体呢 不一定需要的 比如说 谈相虽然跟成相是他体的 但是谈相跟数目 是不是他体的关系呢 绝对不是 所以你们对我们说法的这种太过 绝对是不会有的 你们自己中相和别相之间的关系 没有搞懂 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缺点 然后第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明明地分析了 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限量比量是他体的 自信的角度来讲 限量比量是一体的 但是你们往往用对境的词 抓着这个词 不妨给我们进行辩论的话 这就是你们自己不善巧 今何由今的分析而已 所以我们自从不会有这种过失 这是这样来理解 那么下面 所谓的限量比量的数目是决定的 不用多了 不用少了 就是这个意思 数量二骨 量一二 除此他数一者骨 因为限量比量实际上是 它能衡量对境的两种智慧的事 那么这种智慧的事 一块什么样的决定呢 它的所量 自相的所量和宗相的所量 只有两种 所有的所恒量的对境 包括在自相和宗相当中 因为我们前面 所量唯独一自相 在第一品的时候 也讲过这个道理 但是那个时候 主要讲究竟的所量 讲究竟的所量的时候 所有这些中相的量 中相的所量 不算是特别究竟的 因此最究竟的所量 唯独的自相 那么我们在这里 恒量方式的角度来讲 所谓的所量 有自相和中相 那么要恒量自相和中相 那你必须要决定限量和比量 限量了知自相 比量了知中相 除此之外 在阿瑟利法称论师 以食量量为主的 有关论典当中 都一一折破过 所以我们自相 所谓的量 不能再多了 虽然一名前派当中 像比如说 约乘论师在《贤举论》当中 也讲了四种量 清遍论师也讲过四种量 还有一些外道 比如说他们经常 就是现量 比量 还有比量当中叫 生气量 声音当中体现的量 还有心虚量 像我们佛教当中 心虚量 教量 以及集成量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量 但是这些量全部 有些包括在相似的比量当中 不能成为比量 有些佛教的这些像教量 心虚量等等 这些包括在比量当中 所以再不用多了 当然有些说法当中 有四个量 五个量 六个量 这种说法也是有的 但是这些多余的事了 不用了 当然像一些顺势外道 为主的有些外道 他们认为所谓的量 包括在鲜量当中 不需要比量 这种说法也是有 但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一切都是依靠鲜量 不承认比量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硬币的问题 没办法抉择 其实顺势外道 他口口声声说是 比量不承认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 也用一个相似的比量 这一点也承认的 为什么呢 他们说前世后世是不存在的 业因果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呢 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过 因为没有见到的原因 当然没有见到而不存在呢 实际上我们比量当中 都是一个相似比量 不是正确的一个比量 但是不管是相似比量也好 正确比量 他们也是 间接地已经承许了这种比量 所以说 他们的观点 很容易折破 彌彌彌切在《中观传论》当中 也是用了大量的一些证据来折破 顺势外道 为主的一些观点 所以我们现在 学了引力之后 一方面 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就是我们眼耳鼻舌声 所见到的暂时的结论 暂时正确的名言对境 也可以决定出来的 然后通过这样的决定 瑜伽显念和包括 释迦牟尼佛的一切种子的智慧 能造进一切 宇宙万物真相的道理 也产生了 不可推转的信心 所以学习引力 应该说是自己间接 对我们的相续当中 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正见 如果我们没有 毅力生起来的正见 那么闻思修行 也是一种茫茫碰碰 是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 昨前天我看 有些学习引明的道友 也是在有些文章当中 发表一个意见这样说的 他说 我一千十七年以前的学佛 完全说是随行者 随着凭自己的信心来学而已 很多的疑惑和邪见 根本没有断上 那么现在 虽然学的不是特别的神 但是学了这部论典之后 还是成了一种随法者 什么叫做随法者呢 就是随着法力 我们的信心不容易推转的 已经到达这种境界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 也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你们的一生当中 尤其是你年轻的时候 好好地闻思 引明 中观 然后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 人的思想成熟 自己的经验 逐渐逐渐丰富 成熟以后 自己才觉得 闻思的重要性的确是 闻思有非常不可言说的功德 否则 末法时代的思想是错重复杂 很容易随着外界而改变的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 这种理智的智慧 好像我们有些分别念比较强的人 就很难以说服 光是说佛陀有功德 佛法有功德 然后来世 前世 什么都存在 到底这些是存不存在 在自己心里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邪见 始终是无法摧毁的 无法瓦解的 有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通过自己的智慧 用上了全部的力量 你去观察的时候 不要说前世后世存在的道理 就是不能开复 而他们这种说法的推理 就不能很顺利地 进行理解 那这样的时候 自己的自己 有一种失落感 我这样的分别念 不要说像释迦牟尼佛 连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都是百分之一 也可能比不上了 你看我学习第八品的时候 这么费劲 越来越观察的时候 越来越深奥 说明是真的 佛教的一名多伟大 原来认为我是学过 大学的课程 研究生 博士生等等 但现在我所谓博士生的这种名声 只不过是挂个名唱而已 真正在佛教的这些智慧面前 不要说博士生 我连一个小学生 都是挡不上那 自己对自己 可能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讲正量 应该这样理解 下面讲诗词 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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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就是说 首先要解释 所谓的种名称的四种类别 这是我们在《中观传论》当中 也是给大家做过解释 所谓的名称 实际上是一般来讲 应该有两种 一种以诗词理由而决定的 诗词理由的话 你这个名称可以 用一些理由来进行解释 比如说编制 所谓的佛陀 我们称之为叫做编制 那么这个有没有 一个理由来做解释呢 有理由的 佛陀能编制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万法 所以一说编制 这是名副其实 应该是与它的名称完全相适合 这叫做有诗词 你解释出来的时候就完全 其实我们一些藏族的名词 名字有解释的 但实际上 比如说一个人叫做天女 什么叫做天女呢 不像现在汉地 有些人的名称那样 哦 天女就是在天界当中的美女 可以这么说的 但实际上是不是真正是这个人 长得天女那样漂亮呢 也不好说 所以有时候 看见非常好看的人 一说天女 然后大家就觉得 有点不同的感觉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名词 一个是完全在他的事物的本体上 可以解释 比如说像佛陀叫编制 他也可以叫编制 这个编制也可以解释 而解释以后 在佛陀的身上完全也是可以 能体现他的名词的意义 这叫做有诗词的 然后又说 只有说法的理由 没有真实取名的原因 我们说 瓶子 柱子 或者道路等等 那么这些 有没有一个理由呢 没有什么理由的 只是取名者 刚开始事物产生的时候 对他取上名称 取上名称之后 后来人们一直运用 沿着这个历史一直运用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理由 但是人们都称他为 一直在这样说 这叫做说辞 那么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说辞和诗词 在这里面 可以分四类的 就是这两者是矛盾 不矛盾的 还有十二矛盾 就是十二不矛盾的分四类 当然这个分的方法 在知识当中的分法 好像跟蒋洛特文波的分法 有点不相同 但是我们按照蒋洛特文波的法本 给大家做解释也可以 那么所谓的这两者是矛盾 矛盾是什么样呢 就是诗词所持 全部是完全香味的 虽然有些是有所持的 但是永远没有诗词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比如说有一个鸟 叫做牡羊鸟 那么牡羊鸟 是不是它天天都是放棉羊呢 并不是的 只不过是人们对它这样称呼而已 然后还有一种马鹊 叫做银子鹊 银子马鹊 那么是不是它天天 享用芝麻呢 也并不是这样的 但人们对它这样说的 我刚才说是所谓的天女 天女的话 她是不是真正天上的美女呢 也不是 但是人们经常给她这样说的 那么有些人叫吉祥 是不是她来了以后 真的吉祥嘛 也不一定 那么这个有所持的 但没有诗词的 这叫做有所持 没有诗词的 所以这个诗词和说持 完全是矛盾的 可以这样想 有些只有诗词 既有诗词 也有所持 就是完全不矛盾的 也可以这样的 说也可以 比如说编制的话 那么人们说也说 然后解释起来的时候 也可以有这样的解释 然后或者说意识 这个藏文的意识 所谓的意识能了知外境的 这种形式就叫做意识 那么这样的意识 其实意识能了知外境 那么意识是不是 会不会了知外境呢 是 所以所持和食指都有 或者说我们水中的莲花 叫做水生 叫做水生的话 它也是水里面产生的 也有所持 也有食指 或者这样也可以讲 然后按照讲义 十而不矛盾 十而不相违 比如说她用水中的莲花 作比喻 那么水中的莲花 如果在山上生的话 也有叫做水生 它虽然有所持 但是没有食指 然后水中产生的莲花 既有所持 也有食指 因为它是水当中产生的 人们也对它称为水生 所以说持和食指都有 水中产生的这些 像青蛙 磕头 这些 虽然可以称为水生 但是人们都不叫 所以它可以叫做有食指 但没有说持 这样分类 然后还有一种 像石头 木头 这些食物 既没有水生的说持 也没有水生的食指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了知 众的名称 只有食指所持 有些是量者都没有的 有些量者具足的 总共有分四种类别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讲量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就是萨迦班哲大学 首先我们要知道 世间当中 取名称当中 应该有些是 有这种利益的 有这样的功能 取名的方式不同 它有不同的功能 下面颂词当中 此等名称中类者 诸位智者分二类 上面所讲的这些名称 归纳起来 所有的智者 把它分为两种类别 第一种类别 叫做名称 那么名称 我们对人力也好 地力也好 或者其他事物的名称 像天树 磁石 或者王云等等 有很多的名称 这叫做对人命地命都可以 这是一种名称 还有一种种类的名称 种类的名称 什么树木 人类 还有黄牛 菌马等等 这些是种类的名称 所以所有的智者 把所谓的名称 要么是食物的名称 要么是种类的名称 这两种当中都可以包括 那么我们在这里 所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讲量 量呢 刚才前面也讲了 分为贤量和比量 如果贤量的角度来衡量 实际上贤量叫做 从印度的梵语 叫做扎得甲 限量的意思 按照梵语当中 扎得甲的意思 那么扎得甲就是 依靠根 依靠我们的根 它的意思就是 依根 是这个意思 那么依根的这种 依根实际上是 能如理如实地 取外境的自相 就是它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 从诗词的角度来讲 就是依根的意思 从所词的角度来讲 这个依根的意思就是要 要如理如实地 了知外境的自相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以后 我们显量当中 分四种显量 大家应该清楚 依显量 根显量 自证显量和瑜伽显量 那么在四种显量当中 看哪些有所词 哪些有识词 我们可以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的时候 首先 根显量 有五种根显量 然后一显量 总共是六根实吧 那么六根实的显量 既有识词 又有所词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刚才 显量的识词 依靠根的意思 依靠根的话 眼耳鼻舌身无根 然后一根 这全部都有依靠根了 所以他们识词 应该是有的 然后这些都是 不管是根实也好 意识也好 都是能如理如实地取 他自己的外境 自相 所以叫做这六种显量 既有所词 也有识词 就这样来理解 我们再分析 瑜伽显量和磁传显量 它可以有所词 但是识词的确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瑜伽显量 它并不是依靠 我们的眼根 或者耳根 鼻根 不是这样的 依靠 按照一般大乘佛教 清净的禅定力 它的智慧能照见对境 所以瑜伽显量 并不是依靠根的 自词显量 我们下一品当中 也会介绍的 所以它没有真实固定的 像依根和蛇根那样的根 也是没有的 因此自证显量和瑜伽显量 没有显量的识词 但是它的确是 瑜伽显量和自证显量 也是如理如实地 照见自己的对境 因此它有说辞 然后我们在分析 还有一个叫做错乱的识 比如说 看见二月的显现 那么二月的显现 的确是依靠自己的根来显现的 根来显现的话 是词是有的 但说辞有没有呢 说辞是没有的 为什么 所谓这里的显量的说辞 依靠自己的根来如理如实地 照见对境的自相 但二月对境的自相存不存在呢 决定是不存在的 它是一种错乱的 因此这种现象只有说辞 没有识词的意思 然后我们下来过后 再比量 观察比量 就是所谓的比量 俄罗马那是翻译当中 俄罗马那的意思 那么俄罗马那的意思 通过引申出来 我们照见真实的理由 然后回忆它的观念 从中以共享的方式 来了知自己所推断的对境 这叫做所谓的比量 那么这样的比量 所有的 不管是教量也好 或者说是集成比量也好 其他的实施比量 我们下面第十品当中 所介绍的这些比量 真正的这些比量 既有识词 又有说辞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后面的这些比量 都叫做比量 所以说辞方面 都应该存在的 然后识词方面 都是依靠非常正确的理由来 了知自己的对境 这样以后 所谓的比量 应该说辞和识词 都是应该具足的 所以我们下面 看了分析以后 再会明白的 总的来讲 我们佛教当中有一个 最重要的特点 这就是量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量 还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对所谓的量 生起真正的定解 以后对佛法产生信心方面 还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有时候 应该自己在某某地观察 什么叫做比量 真正的比量 那么世间当中 任何一个相似的推力 相似的这些道理 无法推翻的 虽然我亲自没有见到 但是我的理由百分之百 非常圆满 完美 这叫做真正的比量 当然这个限量 我们的无根师 没有任何错乱 没有任何颠倒的时候 他如理如是照见的对境 所以这样的量年前 所成立的真理应该说是正量 就是正量 这样之后我们对量的认识 如果进一步地提升 进一步地提高 那么对佛教的 所谓比较深奥的前世今生 业因果 以及轮回等我们现在 凡夫的观现实量 无法了解的很多问题 自然而然会通达 所以大家对英明的学习 也不要放在一个文字上 或者口头上 应该从内心当中生起定解 对你的今世来世 应该是有着非常大的利益 好 今天英明学到这里 有时报就是深奥的方法 你的人会认识 从内心 应该是有着重序的面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